我现在人在APEC的CEO三名在越南 今天是我们开会的第二天 我觉得这一次来了以后感觉上是非常非常好 第一来讲我们在这里见到很多很多的一些客户 这些客户来讲尤其是来到全球各地 特别是在中国方面有很多我们相熟的一些客户都已经在这里 那么我们跟他做了很多的交流 也跟他们在趁这个时间的话 跟他们做了很多的不同的分享 包括在一带一路方面的话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客户 那么明天来讲的话 我们还会听到美国总统还有其他的国家的元首 然后最后的话会听到我们习主席的一个重要讲话 我相信到时候习主席也会跟我们分享一些他的一些想法 特别是在亚太区的一些发展 一带一路方面还有全球贸易方面的一些看法 所以我是很向往的 明天我们听到习主席的一些看法以后的话 到时候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一些看法和想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